近日,美国司法大榜又砸向一名美籍华人,起诉罪名是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,而起诉书列举的证据,竟然是一张公开合影照片和一件外事礼品。 国际问题学者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,这是美国会指责中国搞所谓跨国镇压所炮制的优异案例。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将法律手段武器化、政治化,完全背弃基本事实,丧失职业操守,以完全沦为白宫的政治打手。 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,原来在波士顿经营中餐馆的华人业主梁某凯,两名随行人员到华盛顿参加华人协会活动,联系中国驻美国使馆,希望参观使馆。 使馆按要求进行登记审批,指派使馆警务联络官安排,并在参观结束后向三人赠送礼品,在使馆门前合影。 今何时,礼品是一件用于外事活动的木制警徽。 在此过程中,警务联络官只是陪同参观,从未谈及任何公务。 有国际问题学者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中国是礼仪之邦,会客见面后赠送礼品并合影留言,实在平常不过的事。 如果这都应被美司法执法部门当作招募间谍的罪证,说明美国反间谍机构开展工作,主要靠一副有色眼镜加上丰富的想象力。 试问,美国人招募间谍或代理人,会堂而皇之在布满摄像头的使馆门口公开合影吗? 如果获赠一份礼品就证明被中国政府招募,那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,中情局在内的很多美国官员,都是中国政府招募过的内线特工。 美国司法执法部门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恶意诉讼,究竟说明什么问题? 在抛出诸多疑问之后,该学者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 答案不言自明,美国在努力炮制案件指责中国搞所谓跨国镇压,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将法律手段武器化、政治化,完全废弃基本事实,丧失职业操守,以完全沦为白宫的政治打手。 这并非美国第一次对无辜华人出手,近年4月,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两名华裔居民,指他们为中国政府在纽约曼哈顿设立秘密警察站。 两人将于联邦法院提躺,美国司法部还宣布起诉34名中国警务人员和8名中国官员,指他们在网上迫害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。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应说,美国打着跨国打压的幌子对中国公民提出起诉,是在捏造罪名的基础上形式长臂管辖犬,纯属政治操弄,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。 相关学者对此表示,联系到美最近公布的另外几期针对美籍华人的事件,诸如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跨国镇压,无非是欲甲之罪和患无辞,无中生有以华皆母,都是政治操弄,蓄意打压。 只是这一次其卑劣荒唐已达登峰造极,无以复加的程度,再次刷新了人们对美司法虚伪双标无底线的认知。